楚国伟带着两条滑子 可以平天之兰来到肖家门前 可是他怎么敲门 都没人回应 嗯 怎么回事 没人在家 可能有事出去了 爸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楚又学小声嘀咕着 他感觉有点丢脸 尤其想到秦婉宁也在 他就更不想丢这个脸了 见状 楚国伟掏出手机 把肖定波从黑名单拉出来 拨通肖定波的手机 拨打几次 都是提示无法接通 靠 肖定波那个老东西 他竟敢把我拉黑了 又行 你给慕白打电话问问 你们俩以前关系那么好 你帮我说说 我 我也被慕白拉黑了 那你用我手机打 听到这话 楚又学有些不情愿 楚国伟好说胆说 最终楚又学还是接过手机 拨打了慕白的电话 喂 慕白 是我 是你啊 慕白在搬东西 我给他开阔音 慕白 楚又学找你 我不是给他拉黑了吗 他怎么还能打过来 你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怕晚宁误会 听到了吗 以后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都怪你 非要让我打这个电话 另一边 慕白一行人忙好事情 正准备去吃饭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阻碍了他们的脚步 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这个我无可奉告 小姐 跟我回去吧 老爷在家等你呢 回去告诉他 我不回去 我已经和那个家没关系了 小姐 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嗯 有什么话 不能在这说吗 你就是那的肖木柏吧 善意的劝你一句 别动不该动的心思 有些时候人和人的差距 比你想象的还大 听到这话 肖爸和秦妈的脸色越发难看 木柏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到这一幕 秦婉宁开口说道 木柏 我去去救回 你们等我下 放心 没事的 说吧 什么事 快过年了 老爷想小姐你回家 你今年不回去 可以 但明年 那小子进不了金灵城 你知道的 法律之内 道德之外 老爷的手段很多 他有爸爸妈妈吧 他爸妈有亲戚朋友吧 他有同学好友吧 想让一个人不得安生的方法太多太多 这一点上 你最好相信老爷 不然他也不可能白手起家 区区二十年就摇身一变成为百姨富豪 面对这些威胁 秦婉宁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他很清楚他爸秦三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知过了多久 秦婉宁才开口说道 明天 我跟你回去 好 那小姐我就不打扰您了 明天早上八点 我去接您 回到家中后 木柏立马把秦婉宁拉到房中 沉默许久后 秦婉宁率先开口说道 有什么要问的吗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木柏 让我自己解决好不好 木柏没有回答 两人又陷入长久的沉默 片刻后 熬不住沉默的木柏 深深叹了口气 什么时候走 明天 直早都要回去解决的 好 明天我跟你一起 不用了 哎呀 别仗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短暂的分别 是为了更好的再见 嗯 走之前 我带你去逛逛吧 好啊 第二天 秦婉宁走了 木柏没有阻止 现在的他也没办法阻止 哼 不就是个百姨大佬吗 你给我等着 迟早我把车开到你家大门口 老庞 之前让你收购李特币收的怎么样了 哥们办事你放心 总共大概收了11万枚左右 我正准备过几天去找你呢 你就打电话来了 这么多 那可不 也不看看哥们是谁 本来还能买到更多的 只是收到后面 市面上流动的李特币减少 物以稀为贵 不少人开始坐地起价 最终你给我的那些钱只买到这么多 没事 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这样 你明天来我家 咱们好好喝点 等到2021年 一枚李特币将会达到恐怖的50万 哪怕算上折损 这10万枚最少也得值个300亿 老肖 这里一共11个硬件钱包 每个钱包里大约储存着1万个李特币私养 总共11万枚左右 好 老庞 我们之前说好吧 你收多少都算你10%的辛苦费 这里面的1万多枚是你的 嗨 咱们两兄弟还算这账干什么 再说了 我要这玩意也没用 木白一时间哭笑不得 可转念一想 如果真放在庞博手里 他极有可能板示不住 早早套现离场 那样就真的亏大法了 于是改口说道 这样吧 你暂时不想要 那我先替你保管 亲兄弟名算账 等回头卖掉套现了 我再把你的那份给你 不说这个了 那什么 老肖 我能不能求你个事 嗯 扭扭捏捏 可不是你的话风 有事直接说吧 老肖 你不是认识李之台的马尖志吗 上次看你好像和他很熟的样子 你和他是很熟吧 是很熟啊 怎么了 你还记得黄卉卉吗 就之前在红公馆吃饭 三门我浴时 站在我旁边的女孩 我忘记谁 也不会忘记她 那可是要在你头上 种一片青青草原的女人 嗯 记得 卉卉是学播音的 一直想去荔枝台实习 老肖 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跟马尖志说说 一听这话 木柏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是黄卉卉让你来求我的 也不算是 卉卉一直跟我说 他想去荔枝台实习 正好那次碰到你和马尖志在一起 但卉卉不让我来找你 说是怕影响我们兄弟感情 还真是又当又理 还有 那什么 老肖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 啊 你要钱干什么 我之前不是给过你几万块吗 是卉卉杨丽生日要到了 他看中一个香奈儿包包 你之前给我的钱 圣诞节 跨年映 元旦 卉卉的农历生日 都花光了 老肖你不要误会 卉卉是个好女孩 她没跟我要 只是我想给她买而已 那我来猜猜看 她是不是说生日要到了 让你随便送点礼物就行 不要破费 却又一个不小心 把她想要的香奈儿的包包照片 发给了你 或者在朋友圈发 这个包包实在太好看了 好喜欢啊 然后再配一张包包的淘宝照片 一 你怎么知道的 老子要是消炎 现在就一个巴急蹦蹦死你 这么简单的绿茶套路 都看不出来吗 不可能 会会 她 她不是那样的人 老庞 作为兄弟 我必须告诉你 黄卉卉不是什么好女孩 她不适合你 远的不说 她在我们学校 就跟好几个男生 藕断丝连呢 我知道 我会说那些都是贪男闺蜜 还告诉我男人要大度一点 呵呵 问你个问题 你知道 费洋洋 黑小虎 汤巴龟 汤姆猫 磅礴 这五个名字有什么共同点 是同样的专情吗 这孩子没救了 看来要想根治 必须得拿出铁证 彻底粉碎黄卉卉 在她眼中的女神滤记 明天先去找一趟聂有龙 再去找老马说说吧